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位朋友问,为什么佛教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呢? 南无,印度凡文叫做Namo,意思是皈依 阿弥陀佛,凡文阿弥陀佛,无量刚 佛,凡文是Buddha,是觉悟的人 南无阿弥陀佛,即是皈依无量光的觉者 阿弥陀佛又叫做无量寿,阿弥陀佛 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解作皈依无量寿佛 为什么要念这尊佛的名号呢? 根据佛说阿弥陀经说,凡人临命中时,只要一心不乱虔诚念阿弥陀佛十声 他去世后的神色,就会脱离六道轮回 立刻往生阿弥陀佛的结合国土 我们现在住的世界,是苦的世界,有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愿憎回苦,五蕴次胜苦 任何人,无论你多富有,现在多健康,都会有以上的八种痛苦 其实,凡是有身体,就有痛苦,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 就算现时有短暂的快乐,也都来不到生老病死之苦的 只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那不就很简单? 其实佛教哲理,博大精心,念佛法门,只是其中一种方便现代繁忙和善根浅薄的人 佛教文献是人类历史上最丰富最巨大的哲学宝藏 内容包括经律论三藏经典 单以中国汉文,就有将近八千六百多种,浩如烟海,一生都读不尽的 佛教在现世间教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但最重要的是教人脱离生死轮回,走向涅槃解脱的彼岸 佛教着重戒定位三学,包括法门,总括来说 有禅宗、遗色宗、三论宗、密宗、华炎宗、天台宗、律宗 而淨土宗,即是念佛法门,只是其中一种最方便、最容易学的法门 有人问,只要临终念阿弥陀佛十声,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那不就很容易? 那不需要现在念,可以临终的时候念 各位,凡人临命中时,大多数是有病的 病中身体上有痛苦,和精神上有恐惧 还哪会有心意去念阿弥陀佛呢? 又加上对家庭的眷恋,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和亲人 又或者有很多未完成的心愿 家人在床边悲堤哭喻的时候,百感交集 又怎会有心情去念佛呢? 临终的时候,冥冥之中,可能有在鬼道的冤亲债主,来骚乱你的精神,尋受报复 那你又怎会有一心不乱的心识去念阿弥陀佛呢? 所以现在就应该开始训练自己,天天念佛 使自己的意识,念佛念到纯属 时常习惯在病中、烦恼中、百忙中 乃至行住作恶四夷中,都可以念阿弥陀佛 将来临终,就算逆境现前,你的定力智慧早已训练纯属 达到一心不乱的境界,就会蒙阿弥陀佛接引你的神色往生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是没有人间的痛苦的,但还未成佛 要在阿弥陀佛的教导之下,收集一切适合你自己根性的法门,直至成佛的 一句阿弥陀佛能够超脱生死,是方便法门,容易学习 千万每日要念诵啊!